謝謝主席 我請教我們 陳次長 陳次長 有關民法規定的法定利率 不符實以這一部分 你基本上應該會認同修改吧 法務部管制修改 法務部管制修改 那現在是修改的方式 是怎麼樣的問題吧 那專業誰專業啊 我們現在誰專業啊 中央銀行嗎 那央行跟金管會代表 請上台 請中央銀行 業務局陳副局長 跟金管會 銀行局 張副局長一起來 那這個 次長請回座 兩位好 現在法務部啊 認同這個 法定利率 固定的法定利率 要修正 那我們認為 為了一勞永逸 我們也不希望說 定死以後呢 定得太低以後 又要改又要修 所以我們主張浮動利率 那浮動利率啊 我們定一個原則 然後有主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這一個原則呢 他依法 去向社會 大眾 這個公佈 這個在兩個單位專業上 來考量的時候 有困難嗎 或說沒有困難 一句話沒有困難 來誰先來 有關 是不是用浮動的 以及那個版本到底是什麼 以前在超越協浪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版本 那是我們會裡面曾經有參與過 那個討論的一個版本 那那個版本怎麼樣 嗯 基本上是分兩塊啦 一個是一般 如果是一般民事的利率 大概是指 央行短期溶通利率 加 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那如果是銀行的部分 是中央銀行 短期溶通利率加 年利率百分之九 加年利率百分之九 那就變成多少 年利百分之九是什麼的年利率 還是本這個九%絕對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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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利率 絕對數值九% 目前是四點一二五 蛤 目前的央行短期溶通利率是四點一二五 十點一二五 四點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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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確實際了 不確實際了 這個 我們立法院 有責任 定出一個跟人民全力義務 必須 有工整可循的 一個原則出來 那工整可循 這個主管 這個可以 來作為的機關 我們本席啊 是主張財政部 是指張財政部 為什麼指張財政部 財政部 不指張 因為這個跟金融無關 這是政府跟民間 政府跟民間 為主的 這個全力義務 關係的作為 好 例如說現在 有些罰款 對政府 對政府 的欠款 他們 已經獲得到 行政財糧 誰商願意給予 分期付款 但是分期付款的時候 利率定五% 他說 比我到銀行去借高三倍 那為什麼還要分期付款呢 他說 你就去借啊 我沒有信用額度 我本身是弱勢窮苦的人 我哪裡信用這 所以今天啊 我們的這個 這個經濟自由化以後啊 反而是 包 土力的 這些財團巨商 而呢 欺負的 壓迫的 這些生活小民啊 太明顯了 5% 好貴喔 現在有 這個所謂的優良廠商啊 那些大財團啊 像公營銀行這一款呢 竟然低於 存款利率 他說 因為我資金太盛 所以 我有全力來做 對我最有利的作為 那錢分不出去 所以我低於存款利率 來貸給他 那是大財團 但是民眾欠政府的錢 要分期付款 要繳5%的利率 所以我們說 哪一個比較合理公平的 而且一勞容易的 就是浮動利率 浮動 那浮動 定一個原則 那有個主管 我們明定一個主管機關 齁 有錢機關呢 來公佈 那如果 怕說這個 他浮動太多的話 那我們開始定 半年一次 還是一年一次 這都是我們定的嘛 那社會才會接受啦 不然的話 對那個生肚小民 太可憐了啦 齁 我們費了半天的利器 爭取到分期付款 不管是 各種這個 這個 這個債務的 分期付款 各種喔 結果他說 喔 要用5% 這很明顯嘛 這很明顯不合理 齁 那你剛才定那個利率那個 那更不合理 4點多 所以一對照之下 時間有限啊 我把現在我們金融市場裡面喔 政府相關的公營銀行等等的作為啊 那種不合理 還有金管會所主管的 這一個喔 這種最公開市場 籌資 募集資金 然後去做不當使用的 危害 國際民生的 喔 國家經濟民生的 這個作為都是政府 立法不做 導致的 我現在不讓會時間了 再講下去讓會時間了 但是一講的話 你一定 良心過不去的 所以這裡啊 請我們這個貴委員會喔 大家發揮 我們的這個專業跟 這個責任喔 來定定一個 這個有標準可行 而且呢 簡潔方便的 合理的 一個 浮動力 浮動的法案